兄弟 老公 身份证 我还要什么身份证啊 好像你没检查过我身份证似的 这是咱们沙发课之间必要的程序 我明白 生活态度 对 把这身份证照的 早日的呢 大佬远来的 是不是累了 不是 我 怎么的了你 我刚才这身旺好像劲儿有点屎大了 迷眼了 是吗 别动老公 我帮你看看 都叫老公了 叫老公了 叫老公咋还查他的身份证呢 装备 好不好 欢迎光临 这是我爸 这是我 我的妈 干啥呀 结成为您服 行米我说你家厉害呀 家里囤俩服务员放了 不是 这是我爸 这是我二姐夫 干啥呀 服务 服务 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请换拖鞋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这什么东西 新拖鞋 所以有假天 假天 等会儿 我看了 拖鞋五块 五块十五 带走二十啊 小米 你等会儿 是这样 你看我这一天呢 走南闯北的 这些东西身上都有 都带着呢 这位先生 您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 想必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 比方说 你去饭店吃饭 能吃你自己家炒的菜吗 不能 比方说 你到酒吧去喝酒 能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 也不能 比方说 你到公安局去敦居留 能带你自己家做的手铐子吗 那更不能 谁家产大东西 叔 这事我明白了 那我先把这钱呢 先给姐 别别 别别别别别 小米热说的对 走的时候再结账 因为你走的时候 还不一定消费多少呢 穿鞋进 走 来 老公 来来来 没事 坐 你坐着 我给你啊 泡茶喝 对 小米热为你泡的这一杯茶 叫做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产自于浙江的杭州 其实就那么几棵树 所以特别的名贵 那这一杯得多少钱呢 不论杯 论炮 每杯相当于闪炮 对了 明白了吧 三炮 闪炮明白了 不是那这一炮不得二十块钱啊 分谁为你服务 我泡的二十 我女婿泡的四十 我女儿亲手泡的一千零四十 爸 我什么时候给别人泡茶要五千呢 你哪会给我泡茶一千块钱挡住了 漂亮 我给你不要钱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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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上那洗手间 我不用 我不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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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肥上上那就上一趟呗 那洗手间在哪儿呢 那边 那边 只落五块 不行 我说你俩想干啥 热情服务啊 这好好的一个家头快让你俩请成龙门客栈了 你是不是想点人走 你把顾客都请来了 还不让我们服务啊 是 那你服务就服务吧 你要什么钱呢 拖鞋也要钱 喝水也要钱 你们怎么把洗手间厕纸都标着价呢 标了 五毛一筹 小伙子 这是我们家最便宜的 尽情享用 不是 姐夫是这样 我一想这五毛一筹 五毛一筹 按照我平时这个量来算的话 大概是吃一筹半 我现在我憋我了 我有点用不起 那既然就不去了 那就休息吧 休息休息 来来来来 请休息 来休息 哎呦 我这沙发出来 再来 咋的啦 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叔叔 我想这个沙发也一定不会让我免费的住吧 聪明 那是不是不同的姿势又有不同的价格呢 越来越聪明了 睡方 给他打个药 葛优贪 葛优贪 四十 养壳子 六十 踏骨子 八十 扣斗子 一百六 不是我是 是我睡这沙发吗 这不明明是沙发睡我吗 这是 爸 二姐妹 你没有完没完 小米莲 怎么跟爸说话呢 我告诉你等我二姐妹 你看他怎么说 你跟你二姐妹 我妈回来你好不在哪去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去乌伦贝尔旅游 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的身份 在他家住的 人家全家上下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回来的时候 还给我带了好多土特产 我带回来那碗你吃了吧 老公呢 我带回来那蘑菇你吃了吧 老公呢 还给我拿回来那么多的奶制品 那都是老公的 我说那玩意油那么大 不是说我家的 我家的 对 老公家的 你现在反过来人家到咱家来做客 你看看你们刚才整一处一处的 有咱们家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你吃了 你还来这儿了 你有理了是吧 张嘴老公 闭嘴老公 什么朋友 都叫老公了 还是朋友吧 老公 怎么回事啊 误会了 除我刚捋明白 你肯定是误会了 是这样 我姓公 因为长得老 他们都叫我老公 这是我身份证 你看看 这个是练公吗 董啊 是这个人念公吗 有姓公的吗 怎么没姓公的 你还认识呢 谁呀 重林呢 厉害了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那么不信心 是ソコ 有点胡子 嫌老 我女儿就管你叫老公 明白了 为了你没姓爹 要不然我就管你叫老爹了 对不对兄弟 这什么辈 对不起小伙子 那快请坐吧 请坐 来来来 小伙子 坐呀 还不跟你开玩笑呢 就这么回事 你看我这个一位子 我在这个文化馆工作了好几十年 我还说过好几年相声的 一个人没逗乐过 今天卫宾来了 对 我觉得我逗你乐一回 你乐一回 叔你刚才差点没给我都哭了 但是你问我乐没 我很乐了 你不乐了 哎呀老公啊 老公啊 哎 老公 哎呀姐夫太别扭了 小米粒你听见没有 这么称呼是不是别扭啊 别扭 老弟啊 哎 我爸今天这种行为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不会 你沙发客吧 是一种新鲜事物 我们都不大懂 你说突然家里来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好家伙来睡我们家沙发 我们能不担心吗 小米粒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 我爸主要担心她出危险 哎呀二姐夫 叔哥 你刚才说啥 爸就是担心你出危险 不对不对 就是上语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说啥 你越来越漂亮 你越来越漂亮了 哎呀我这个小姨子就爱听这个呀 你看我这个小姨子吧 他二姐不在家 我单独跟他在一块 我心里都扑腾扑腾的 因为我很正啊 我不往歪里想 姐夫点我呢 我这个人也很正啊 姐夫我这么跟你说吧 最一开始啊 他到我们家的时候也挺尴尬 是吗 我媳妇担心呢 后来也好了 人姐俩出生闺蜜了 闺蜜同房了 我在我们家还沙发哥 那我就行了 兄弟 今天来绝对不能睡沙发 你二姐不在家 走跟我睡床 来来来来 姐夫我这人呢睡觉毛病多 爱打把势爱翻身 翻身怕啥呀 翻身还不怕啥呀 啊 他这块头 啊 你那体质啊 他一翻身 啊 上哪找你去 吃照片了 哈哈哈哈 你这什么 你大妈没在家 你今天晚上 你跟我住 别别别别说 我不光打把势翻身 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 说啥呢 哎 给谁话听的 不是 那你打呼噜 有能让你跟我睡一宿试试 小样我打不死你 哈哈哈哈 行了 哪也不去 我出钱 五星级宾馆 兄弟 姐夫 是这样啊 你看啊 我们是沙发客 沙发客 沙发客 你就得睡沙发 如果给主人添麻烦呢 我们就失去意义了 这就叫沙发客的 生活态度 是 哦 这就叫沙发客 对 要我救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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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